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呢 我们要将这四个角往里面折 折完之后呢 我们要把它撑开来 看清楚了吗 我们要将这个角撑开来 如果小朋友觉得说中间撑开来的这个动作比较难的话 那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当你折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你可以将它再往后面折一下 这边也是 往后面折一下 这样等一下会更好折哦 来 我们重新再试一下 把它撑开 把它撑开来 看到了吗 就像现在这个样子 接下来呢 我们要将它折过去 像这个样子 看到了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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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你们手上的折子 看到了吗 现在你们手上的折子 有没有跟我的是一样的呢 好 我们要将上面的三角形 我们要将上面的三角形 左边的角 往下折一下 看到了吗 我们是将它往中间的这条线折 这边也是哦 折一下 然后转过来 看到了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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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猪猪的四只脚就已经折出来了哦 接下来呢 我们还要折它的尾巴 我们要把它后面的这个脚往上面折 折一下 然后再翻过来 再折一下 接下来呢 我们再把它放下来 然后把它撑开 把它往里面折 猪猪的尾巴已经折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要把前面的脚往里面折 折 折完之后呢 再把它撑开来 看到了吗 这就是猪猪的鼻子 接下来 接下来到了关键的时刻了 我们要给我们的猪猪 然后贴上他的眼睛 这是我们的固体胶哦 然后沾一下眼睛 好了 我们的猪猪已经完成啦 有的小朋友呢 还比较喜欢猪猪有两个鼻孔 那么你可以准备一支鼻 给他的鼻子呢 画下两点 画下两点 看到了吗 我们的猪猪已经完成啦 你还可以这样子看他 猪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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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